而相较于着色乡长田桂花的沉着稳健 同样也在今天首度登上被巡台进行市政报告的 瑞士乡长吴万德虽然显得有些紧张 不过也慢慢的仔细阐述未来四年的市政方针 以及地方重大建设计划 也期盼乡待会给予鞭策鼓励 共同建设发展瑞士乡 瑞士乡待会主席罗文藤敲下一式锤 第22届第一次定期大会今天正式展开 乡长吴万德也率领以及主管出席 除了各科室主管业务报告议程 乡长吴万德也进行乡长设政报告 万德接同黄秘书及各科室主管向会会表示恭贺及问候 并向各位代表先进提出设政报告 自感人性 首度站上被巡台进行市政报告的乡长吴万德 虽然显得有些紧张 不过也慢慢的主稿阐述未来四年市政建设目标 期盼乡待会给予鞭策鼓励 让热学乡进步发展 乡政的进步不可一致消息 先换得一本书 与鞭策鼓励 与鞭策鼓励 与鞭策之心 就叫与各位代表先进进请贵会之继续 与鞭策鼓励 乡长吴万德花了十一分钟的时间针对了乡公所七大客室业务规划目标主一报告说明 向代会主席罗文藤致辞时 鼓励乡长吴万德的同时也肯定乡公所团队 更勤勉代表同仁理性问证彻底监督乡镇 为期15天的定期会结束了今天乡长市政报告的议程后 接续将展开乡镇总质询以及年度预算审核议程 向代会主席罗文藤也期盼透过理性沟通的方式 建都乡镇为民喉舌共同来为瑞士乡打平 记者是玉兰瑞翠采访报道